国民党就是舍不得 舍不得放 就是舍不得得 你不放绝对没有得 能舍才能得 这也就是说 为什么燃银内部 现在某些人都同意我的观点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朱立伦11月2号晚上提了两个方案 经过讨论以后 3号上交给了柯文哲 那柯文哲那个时候就在华联 那到了11月3号的上午柯文哲讲了 这两个方案他都不接受 就是日本式跟德国式 日本式是派拔政治 德国呢是政党比例 所以这两个方案 柯文哲现在完全不接受 柯文哲反而提出 那就缩小版的全民调吧 他愿赌服输 只要正负三个百分点以内 他愿意担任副首 换句话说 柯文哲就是将军 那柯文哲的将军就是 三件事情 第一件 国民党始终在为侯友仪 量身定做赢的策略 赢的方案 但是 国民党为侯友仪做的赢的方案 他里面就是掺杂了所谓的 就是区域立委 就是六十九九席 民众党的十一席 好 加起来八十席 他们他们不记名投票 看谁的民调高 另外再加上其他的 但是各位要知道 日本是派拔政治 日本首相的产生 不见得是大派系 因为大派系 他要讲究平衡 往往他会找一个 比较小的派系 那找小的派系就有好处 就是容易控制 就是首相任期不宜过长 除非像安倍晋三那样 否则的话 一般首相是两年到三年之间 这个是一个 那德国的 他是用政党比例代表制 可是德国的政党比例代表制 也是盛选以后 这两个都是内阁制的国家 是不是用于台湾大选 大家都打个问号 所以柯文哲说 既然时间不多 我们比民调 就是政府误差百分之三 我愿意做侯友仪的副手 但是你不能够拿 大会参选 绑架全部 所谓的绑架全部 就是包含了区域立委 跟不分区 就是政党的票率 从这个角度 我们来看 柯文哲似乎已经拒绝了 蓝白河 就是柯文哲 他认定的 他认定的 这一套为侯友仪 量身定做的方案 喜不通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就是说 现在国民党 不管提任何的方案 成如我所说的 就是柯文哲会不断的 要求国民党提方案 然后一回 一打之间 他就赚得了版面 柯文哲的用意 就是一直拖到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 他正式宣布参选的时候 那刚刚好 热点又转移到柯文哲身上 所以呢 侯友仪讲 火车过站不等人 那有的人在那边坐 说火车在原地打转 火车怎么可能在原地打转 火车最多只能前前后后 就是向前向后 就是如此而已 那换句话说 侯友仪自己讲的 过站不后 过站不等人 那现在柯文哲提难题 就看你侯友仪要不要接招 就是说这是第二 第三个 可以这么说 蓝白和截至目前为止 没有进展 问题不在于方案 而在于人 我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讲 就是侯友仪没有这个信心 去击败柯文哲 那柯文哲的想法 你连我都打败不了 你怎么可能打败赖清德 这个是一个人的心理的反应 所以说 柯文哲现在是吃定了国民党 他吃定国民党的方式 非常简单 你要把我打败是不是 可以 我们就比全民调 全民调就找个三家 然后在辩论三场 邵邵康说三太危险 干脆柯文哲让5% 这样子比较符合现况 但是现在的问题 也不是现况的了 现在的问题就是柯文哲 就看你国民党 要不要接受我的方案 你就按照我的方案走 如果是柯为政 侯为父 无意国民党是在换侯 他整个价值体系 是完全崩解 他怎么跟国民党选民交代 你的无论就你的席次 无论就执政联盟的县市长 还有包含 国民党基层的动员能量 全部超过柯文哲 就是侯友宜 要不要接受这种屈辱 说穿了面子之身 好 第四项 第四项柯文哲之所以提 他就知道侯友宜 没有必胜的信心 既然没有必胜的信心 你要不要跟我玩到 就是换句话说 柯文哲的步骤 都是经过了精算 然后他再告诉各位 我始终如一 没有改变我的立场 而是国民党的立场反复 这样他也可以向 非绿联盟的选民交代 不是我要破局 而是说我坚持了我的立场 国民党不听 我已经让了三次 国民党依旧在量身定住 换句话说 这一早起走到这个地步 应该可以说 柯文哲完胜 所谓柯文哲完胜 就是柯文哲就利用了 国民党跟民众党 还有侯友宜跟国民党之间的矛盾 他在操纵这一盘棋 虽然他棋是下赢了 但是他能不能够发挥 二没腰的实力 击败赖金德 这个大家还在等着看 王金平讲的最好 他说你一个人选不会赢 你为政的话 前谁来出 就是换句话说 王金平也看到 现在目前为止 已经不是方案的问题 而是人的问题 这也就是 我一贯强调 就是说你要说服柯文哲 你要放权让利 不放权让利的结果 柯文哲 第一个他不会跟你对撞 第二个他把责任 丢到你的身上 那你第三个 我已经让票了 你还要怎么样 就是吃尽国民党的豆腐 从这个角度 我们来看 国民党就是舍不得 舍不得放 就是舍不得得 你不放绝对没有得 能舍才能得 这也就是说 为什么燃银内部 现在某些人都同意我的观点 就是说你干脆不分区 给他三道四席 叫柯文哲不要捣蛋 让民众党稍微壮大 等民众党壮大 你选上了以后 再慢慢谈 你才有筹码谈 我一直强调 放权让利四个字 国民党听不进去 非要量身定做的话 你既然你要量身定做 就要为这个量身定做 四个字付出政治代价